花六四县到瑞港公路受原规台风重创 县府与地方公所攜手先行完成抢修通行后 而针对后续灾害路段整治改善 乡长县府建设处土木科以及工程顾问厂商 会同公共工程委员会全县会刊走透透 了解初步的整治工程规划 同时也提出建言期盼整治工程设计能够更周全完善 现场查看花六四县瑞港公路灾矿抢修之外 向长沉津光县日府建设处陪同公共工程委员会 与工程顾问公司干部就在海整治工程设计规划 进行会刊讨论 三位公共工程委员会深入了解各项工程规划 同时也提出建言 我再提这样 你这边是写挡土墙上边坡是40米 那个部分是40米确定吗 你目前那个部分的事情 好像不止啊 你要不要量一下 本能量一下吧 本身有止吗 因为本能不是在吗 一定在两久 花六四县到瑞港公路原本就在进行防灾整治工程 不料原规台风大雨重创 造成全县大小灾情不断 现场府与地方公所携手先行完成了抢修通行后 也即刻展开后续灾害路段的整治改善计划 希望能够尽快避其供余益 还给用路人一个安全的道路交通 针对花六四县的损害部分 那工所的部分有十个点 那现在已经全部看完了 那我希望我们按照公务总局 以及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一个核定 我们来尽快来完成各项的一个调整 然后尽快来报给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希望公共工程委员会可以尽快的来核定 让我们能够赶快的来做发包跟施工的动作 让这条道路可以很快的恢复正常运作 公共工程委员会一行人从花六四县瑞港公路起点灾害 一路看到十七公里处 总共两处重灾区以及十七处的小灾害 县政府与地方公所出估提报 约七到八千万元左右的灾害路段整治经费 乡长陈津光在会刊结束后 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能够支持 协助地方整治道路灾害 记者时遇蓝瑞瑟采访报道